英国公开赛经历了156年的洗礼 至今保持着原始的特色 主办方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 位于圣安德鲁斯老球场 100多年来 他推重着高尔夫发展并制定比赛规则 现在一共有9座球场 有资格轮流承办比赛 其中每5年会回到老球场举办一次 这些球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林克斯风格 这是一块连接大海与内陆的过渡区域 由于砂质土壤几乎无法种植树木 呼啸的海风 半人高的沙坑与长草 给球员带来了十足的挑战 今年第145届英国公开赛 将在皇家特伦球场举行 球场建造于1878年 百年老球场还有个十分保守的观念 不允许女性活源加入 但是在这届英国公开赛结束后 球场会讨论是否改变这个规定 如果坚持传统 则会与穆菲尔德球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失去英国公开赛的举办资格 参加英国公开赛除了通过世界排名和积分以外 还可以通过资格赛加入 资格赛一共有14场在9个国家举行 最后争选出44个席位 就像中国选手梁文冲说的 练球的时候心里就要有参加大赛的目标 他也曾通过日寻赛的奖金榜首位 参加英国公开赛 英国公开赛在风雨中走过了150多年 至今还处处散发着古老的韵味 这不仅是一个大赛 也是一个经典 更传承着高尔夫的文化与历史